大家好我是彭德 今天自己的車車自己修這個單元 要跟各位討論是關於機油的更換 怎麼樣的機油更換方式 可以把機油換的最徹底 或者說怎麼樣的機油更換方式 可能存在一些維修的風險 來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一個油底殼 大家可以看到內側 外側 一般這個水平面 鎖在引擎的最下方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機油從引擎上方加之後 慢慢往下流 流到這個地方這個是油底殼 那你看到這裡有個放油螺絲 這個放油螺絲其實是在側面的 為什麼在側面呢 因為如果朝下的話 就容易 撞到這個突起的路面 讓螺絲會撞斷的風險 所以一般會把它鎖在側面 那你說側面呢 它也有辦法留得乾淨呢 我們看一下 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以這樣子來看的話呢 它這一個螺絲的切面 幾乎 幾乎 與這個油底殼的底面 是齊平的 但是呢還是稍微高起來 一點點 也就是說 看到這個地方我們可以 可以確認一件事情就是說 用放油螺絲 來放機油的話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換得乾淨的 當然呢 你說有沒有必要要換到 每一CC 都要計較 我自己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我自己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但是呢 龐大老師呢 常常換機油的時候呢 我會用抽的方式 而不用放螺絲的方式 為什麼呢 我們看這是一個油尺 這個油尺呢 從上方往下插下來 那一般來講呢 它跟這個油底殼的對應的位置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呢 今天如果說呢 透過這個油尺 來吸油的話呢 有可能呢 會比起放油螺絲 比起放油螺絲 還會差一點點 但是呢 從我剛才的解釋 大家可以清楚 不管是透過放油螺絲也好 或者透過這個油尺 來抽油也好 其實能夠漏掉機油的乾淨 我覺得差別並不大 差別並不大 也就是回到一個重點 你有沒有必要說 百分之百的油全部抽掉 我覺得這個 倒沒有這個必要了 能夠絕大部分放掉也就可以了 尤其是在這個機油油心座這個地方 要徹底的把它抽乾淨 但是呢 龐德老師還是喜歡用抽的 而不是用放油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每一次的這一個 放油螺絲的拆 跟裝 其實呢 對螺絲來講 都是一次魔號 而現在呢 比較新款的引擎 由於要輕量化 油底殼呢 常常做人是鋁的 那你這一個螺絲是鋼牙還好 而油底殼本身呢 是鋁的 鋁直的牙 所以呢 正常的鎖放 就有一定程度的魔號 但不要說有時候呢 施工的時候 頸度過大 或者說吃牙有點歪斜的話 其實這個油底殼 非常容易呢 非常容易受傷 所以為了避免這個問題 其實呢 我都比較傾向 如果能用抽的 我就用抽的 為什麼講如果呢 因為很多新款的車型 已經不提供油尺了 你除了放油 還沒有別的辦法 那當然也許這些新款車 也伴隨著呢 它的這個換季油里程比較長 可能呢 八千一萬 甚至一萬五 但是呢 如果說 以龐大老師認為 五千到八千呢 是一個最理想的 一個更換週期的話呢 頻繁的 在拆裝這個螺絲 變成是一個日常 那這樣是個風險 好那大家也知道 龐大老師通常都是 開中古車 那如果說呢 今天 你這個車子來的時候 發現 哇 已經划牙了 鎖緊一點呢 好像空空的喔 這個時候呢 表示呢 你這個螺絲啊 跟這個油底殼的螺牙 已經壞掉了 真的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怎麼處理呢 纏這個鐵不吸路嗎 不好吧 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去買一組 加大螺絲 以及所謂的公牙器 來 我們操作看看 一個迷你就對了 是蠻多的耶 蠻多的耶 對 對 我們會不會 在哪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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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是比较剪的 比较沒那麼薄 我買不少東西耶 還沒到 還沒緊 歪歪